超維執行長蘇自豐來台灣行程滿滿 今天他更是親自出席了超維在台北文華東方酒店 舉辦的創新峰會 那麼他稍早呢是在裡面先進行了致辭之後 先行的離開這個創新峰會的會場 又短暫的出現在媒體系統前面 不過是一寶過去的這個蘇媽低調的個性 面對記者的提問呢他是微微一笑 就直接離開沒有回答 帶點看段稍早畫面 好的根據了解呢 其實這場活動真的是科技的重新雲起 因為包括像電子舞歌 廣達 偉創 合碩 人保 英業達 等等公司的高層都有出席這場創新峰會 根據了解其實這場活動的與會人數 是多達兩百多個人 所以根據這個飯店人員透露 整個B2文華東方酒店B2的宴會廳 都是被超維給包下 而且一包就是一整天 那麼根據了解其實因為這個活動 整個是不對外開放的 所以包括一些活動的細節啊 都是不對外 都是完全不對外透露的 現場的微安也是做的滴水不漏 除了可以看到像是飯店的人員啊 還有超維公司的人員 在一樓就已經付出了二三十人 很嚴密的在進行這個人員進出的控管 另外呢現場也有拉起紅龍 來進行這個動線秩序的維護 就是要確保整個活動呢 是可以順利的進行 而且沒有閒雜人等進入 而且根據了解呢 今天出席的這些人員 他們的公司都有跟超維簽訂保密協定 也是要確保說今天在這個活動裡面 蘇自豐所透露任何訊息 或者是企業之間的資訊交流呢 都是不能夠向外流露的 所以可以看到就是其實這個活動 真的對超維來說 他們真的是非常的重視 那麼根據了解呢 稍晚呢 蘇自豐也會在出席超維舉辦的晚宴 繼續跟這些科技業的大佬 進行會面互動 根據了解這個活動的出席人數 也會多達80多人